Hi Followers 歡迎回到花惹發錄 花惹發錄是一個WTF的諧音 我們想分享在創業和生活中各種WTF的moment 我們的頻道定位就是沒有定位 但我們三個80後 我咖啡邊吐司邊美邊會和你們聊聊關於創業 因為我們三個正在創業 我們成立了一個共享空間 以及銀色大門老人送餐平台 我們會在這裡與你分享我們的創業過程 以及我們三個截然不同個性對社會觀察 自我成長等許多議題的看法 那就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吧 要深吸一口氣嗎?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家這麼痛苦嗎? 你自己問,你門心自問 真的有時候回家就是這樣 我會,YES我會 你看! 可是你知道我怎麼最近不玩啊? 因為家裡沒人 打開門都沒人就很開心 耶!我回來了 都沒有人 就是很心酸的感覺 resisting OK 還說我最近全聊 我們上一集就是在講Follow的未來的定位嘛 然後我們就給自己一個小小的結論說 其實Follow的定位就是沒有定位 其实上一集我们原本想说要重录 因为真的太多杂音了 但是现在开始我就有点害怕 会不会又跟上次一样 又开始有很多的杂音 这就是开机魔咒 只要没开机任何杂音都会来 只要我们一决定要录音 隔壁的邻居就会开始出门 然后呢隔壁的邻居也会开始回来 你看刚刚又有人在关签门 我听到了 真的是很烦 刚才明明都没有声音 你看又有车经过了 有没有长达一个小时的用餐时间 都是一片激进 OK好 所以你们最近过得好不好 你是在问 followers呢 还是我们 同步 因为我们其实最近发生蛮多事情的 好事 大家知道好事是什么吗 是吐司边今天去 常去的星巴克呢 他发现他的杯子多了一个早安 然后呢还有一个微笑 这应该就是他的好事吧 这没有Re过耶 这手啊 不管啊 就突然间就觉得这是一件对他来讲是很好的事 对啊 去星巴克你们都是用自己的环保杯吗 还是 没有我们都会说要内容杯 但是现在不行啊 所以我们就没去星巴克 乱讲上礼拜我们还有去耶 有吗 对啊 OK是跟别人吧 屁啦是我们一起去的啊 因为我在想他这招其实 不管他到底是不是对我什么什么其他的幻想 但是其实真的很贴心 很贴心会影响我那天的心情 我觉得就是那天被爱慕了 特别的开心 只有星巴克的企业文化会写 好像是 像路易莎好像没有 因为路易莎的杯子是黑色的啊 而且而且我觉得路易莎的电源手艺不好 就以民兴来讲 每一次我点一杯拿铁 他拉出花就对 他都拉出混乱的图案 就是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成功拉出一朵花 搞不好他是故意的啊 可能吧 因为我们最近在思考就是顾客行李 到底什么什么 早市会让 会让顾客就是 黏着度更高 嗯 对因为我们最近 被嘉义市的市长黄敏会报导 在他脸书上面 耶 就是有宣传银色大门 嗯 然后真的有很多订单 就是如雪片般飞来 然后我们就在同一天一次在接电话 嗯 头皮屑 对我刚刚也是想到那个海伦新日司的广告 什么东西啦 雪片般飞来啊 好恶 OK 嗯 对啊 所以 所以你们觉得呢 被嘉义市市长报导这件事情 对你们人生有什么 真的是很爽 我是没连拍 但是我 爽的点是什么 爽的点是觉得很 很秋啊 嗯 所以你有把你的贴 把贴文分享在那里面 但是你知道吗 爱玉 那个摄影师把我拍得太肥胖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就不想分享 OK 我真的很不爽 那你有给你爸妈看吗 给你朋友看吗 我妈有按大爱心 就她有看到 没有爱心就是爱心没有大爱心 她大爱心 因为她要长压 对我来讲就是大爱心 OK 那那个咖啡别你有分享 你是不是差点叫做我的真名 没有 咖啡别 咖啡 我妈 我会觉得一方面是觉得真的 我们这阵的努力终于被认可了 对 但是其实我 我又觉得有一点马后跑 这样子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必须说 我非常感谢他们来采访 但是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不在我们 哲哲群众募资发起的时候 或是在我们去年从10月11月的时候 就不停的跟政府联系的时候 就来注意到我们呢 但我觉得社会是现实的啊 他们要看到你有一个一定的成绩 因为我们最近前阵子 哲哲募资案有 有350个人赞助嘛 然后有75万多的赞助额 那我想这应该就是一种群众魅力 还有群众成绩 所以政府会觉得说 诶 开始要重视我们 可是我就觉得有一点 收割了 对 就是有点 对 收割这样子 我们的一个状况 但是很开心啊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嗯 对 这个采访的话 就是 也是因为有这个采访 所以有更多人来支持我们这样子 还蛮开心 而且他发布报导之后 不仅有就是子女开始跟我们申请 那也有蛮多其他若干的赞助 就是有来帮忙我们这样子 我觉得很不错 我觉得这是有点连锁效应 因为从哲哲上架之后 就像社气流 一个社气的创新的平台 整个平台 看到我们 然后跟我们联系 因为他们有一个浮华期的计划 我们最近也通过了 嗯 然后录取他们第三提示的 算是总指团队嘛 所以我们之后半年的时间 会接受他们的辅导 嗯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兴奋 嗯 我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听过社气流 嗯 就是如果 有在做社会企业 都有听过这个组织 嗯 而且我觉得 真的就是小时候的梦想 你知道吗 嗯 很像电视偶像明星 走出来要跟你说 诶 我们要不要来个合作 那种感觉 嗯 如果不知道社气流的 Followers 其实一定有听过 鲜乳方 嗯 就鲜乳方 就是一款在推动 小农牛奶的一个社会企业 然后他们最近有在Flying V 就是台湾有几个主要的群众募资平台 嗯 其中有泽泽嘛 另外就是Flying V 然后他们就在Flying V 最近已经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个群众募资计划 就是他们有一些人会喝牛奶会烙晒 或者是会过敏 嗯 那他们正在研发一款 不会让他们过敏 或者是有任何身体抗体反应的一个牛奶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 其实我从大一的时候 也就是六年前五六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关注这相关的品牌 然后后来没有想到 哇 鲜乳方是社气流辅导出来的团队 那大家是不是就能够理解说我们 我们在社气流里面的重大意涵了吧 而且土士边之前他说他有参加过社气流的一些 欸我后来发现那不是社气流主办 是关键评论网 但是真的是关键评论网 他也是 他那个 系列叫未来大人物 他去找社会企业的一些创办人 佼佼者 然后类似有点像波兰会 然后他会 那个是完全免费 好像是三天的那个波兰大会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路人 然后对于社会企业有一个憧憬 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很屌 然后我就去看每一个社会企业在做什么 然后就去听他们在讲做这样子 然后我就认识到像有人生百味啊 然后帮曹星啊 酒楼 还有谁 杂学校 我不晓得杂学校算不算 是 是吗 对然后140 就是在关注就是各个社会议题啊 所以我就觉得很酷 那没想到真的自己走在这条路上 我觉得就是蛮 蛮开心的 嗯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社系社会企业 大家讲社系社系是大概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公司 他不仅会以盈利为目标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养活整个公司所有的人嘛 那可能会出产品或服务来养活这个公司的营运以外呢 他会更专注于说他所创造出来的总体价值 可以对整个社会的议题有所帮助 例如他可能会想要专注于改善贫穷 改善社会的不对等或者是不平等关系 或者是创造永续环境 像是零圣食零浪费 诶不是零圣食啊 是圣食议题或者是零浪费等等 那这些就是像我们银色大门就是关注在就是 希望可以促进健康福祉 然后还有解决一些饥饿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些 国际性的指标叫SDGS 然后是SDGS吧 我忘记是SDGS SGD了 总而言之他就有一个社会国际的一个指标 然后如果你有去符合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社会企业 你不只可以赚钱 你还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一点一些效益 甚至是改变这个社会的问题 那你就叫做社会企业 所以是自由新政不需要让我认证 只要你符合那个规定就可以了 现在台湾像我们银色大门有去申请 台湾有一个叫社会创新组织 我们有去登记 那他们会评估你的社会企业的理念 他要去调查或者是去观察你的社会企业的定义 是否符合他们的定义 他们就会做基本的通过 但是有更严谨的法规 像是B型企业 然后还有甚至有一些执照啊 什么绿能啊 这些都是可以去找到一些国际的评判标准 你可以去申请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像银色大门为例的话 就是可以 就是我们已经有在那个社会创新组织平台上面登陆了 对对 这是也是大部分台湾社会企业有去登陆的一个平台 SDG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我讲对了 SGD是新加坡元 那新币 新币 的代号 嗯 而且我觉得大家刚才有听到说我们加入色气流的孵化器 是不是都不晓得什么是孵化器 图诗编知道什么是孵化器吗 孵化器有一种 一个是孵化器 你再从讲一次不好意思 因为我还给你猜 好 那图诗编 图诗编知道什么是孵化器吗 孵化器 稳定的话就是适合加速器 然后孵化器就适合我们 可能就是真的还是小婴儿 那种小baby 真的可能连赚钱都还没有 一点点赚钱 要怎么讲 破例能力 破例能力 还没有那么顺手 或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很正确的方向 还在摸索期的话 就是孵化器 嗯嗯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议题 因为其实台湾每一个大学 都有一个中心 叫做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呢 其实都跟孵化器是一样的英文 处处 叫做incubator I-N-C-U-B-A-T-O-R I should spell it 就是说 就不同的孵化器 在不同的团队的阶段 或公司的阶段 有不同的功能 例如为什么大学都有育成中心呢 因为他们想要辅导 那些在大学生时期 未来想要创业的学生们 他们要如何 就是去补平那个缝隙 就是那个gap 他们要去透过 媒合学校的资源 或者是产 就是叫产学合作 来帮助大学生来创业 直到他们成功 然后所以这是大学的 育成中心的一个角色 但育成中心不只有辅导学生 他也会去辅导在地的企业 然后帮助在地的企业 跟学校内部的资源 跟产能做一个连结 以嘉义大学来讲 嘉义大学这边有农业嘛 农业是很强 像食品科学啊 或是农产加工这一块技术 那如果你是在地产业 你会想说 我要如何让我的产品 去符合食品证明登记啊 或者是什么相关的技术研发 食品科技的研发 那你就会 因为你缺少了知识跟专业 那你就会想要跟学校做一个配合 而且其实有很多政府 他们想要做一些竞赛或补助 他也会有一些固定的规定 说你可能要先跟 就通过产学证明 那你可能就会有更好的研究成果 或者是你会有更容易通过补助 所以其实加速器 孵化器 育成中心都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要懂的 因为在印度啊 我发现印度还有很多大学是直接进驻 不是台湾这种等级的育成中心 是像设计流这样这种规模的 对 孵化器在学校 然后他们甚至鼓励印度的学生 因为我之前有看是设计流写的文章 就是说印度他们为了想要培植更多学生 他们想要创业的一个环境 他们直接导入现在企业的讨论的 讨论的规模跟程度在学校里面 而不是只是讲讲而已 那我就觉得很棒 而且他们设计很像那种Google办公室 可是台湾到现在我觉得 台湾的育成中心都感觉好像很学术 很比较死板的感觉 没有就是没有那么活化 可是其实在国外孵化器 这个东西非常受欢迎 只是台湾取了叫育成中心 就觉得有一点 好像距离你有一点遥远 育成感觉是隔壁班的同学 诶 学相反我高中同学 就有人叫育成 真的 每个班级真的是会有人叫育成 其实我觉得名字真的也蛮影响的 你自己听孵化器跟育成中心 你不就觉得孵化器比较帅吗 孵化器感觉很可爱 像那个小时候养的那个电子机 可是我觉得是比较帅 像钢弹啊什么那种感觉 没有 就像是小时候 你会从一颗鸡蛋然后养成 对 就是电子机啊 不是就要买一个温室就叫孵化器 哦 我刚才我查到说 刚才我们提到的孵化器和加速器 它有什么差别 其实孵化器它是说 它想要提高新创公司的生存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有点像 新创公司 真的是可能两年或五年以下的新创 它想要先让你先活下来 所以就是把你推到那个孵化器里面去 那加速器是说它想要让你辅导成 就是让天使投资人 就是等于是有什么VC想要投资你的话 它可以让你加入这个加速器 让更多投资人看到你 所以这两个差别是这样子 等于是基础跟进阶的差别 好 那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大堆 其实都是为了要说 就是这次的 折折募资带来这么多加成的效应 对 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 因为我是相对咖啡边比较悲观一点的 我都会觉得说 当大家都觉得很棒很好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就有点像是巴菲克说的 别人在贪婪的时候你要恐惧 然后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要贪婪 就是他一直说你在投资股票的时候 别人都说好啊好啊 赶快充斥买资争的时候 你要觉得好像怪怪咯 那如果像现在股灾很严重 他就说别人在恐惧的时候 你要趁现在赶快投给进去 代表就是股票在跌了 那你有投吗 呃 这次先不要 这是事实啊 是吗 我没有 我没钱投了啊 你到超越是没钱投 你就是只能看别人在那边 抢那中年轻的东西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抢 你不能这样讲 你要一直说你很富有 OK 我超有钱 超有钱 当然 赶快 哈哈哈哈 对啊 我一直说就是 当一件事情好像 欸好像当说好啊 你超棒的说 反而这时候酸民的出现就是 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好像是他们会 反而告诉我们 是不是哪里还可以再加把劲 可能会点出我们的盲点 嗯 像最近 现在最近的季节 不知道以嘉义的风景来讲啊 我们平常在骑车跟开车的时候 就会发现旁边的稻田呢 都渐渐的成熟了 然后每边有一天就跟我说 我是咖啡边吗 他就跟我说 你到底要不要讲啊 他是不是都这样出笑了 他就跟我说他很喜欢有一个谚语 他就是说就是 稻税结的越满 然后他就会垂得越低 他很喜欢这个异象 然后我觉得这有点像你说的吧 就是我们以为 这可能是我们的糕点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要回来反省 或是好好的谦虚这样 继续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嗯 最近稻子快成熟了 这个意味着说最近先不要买米 那等到他成熟的时候再去买的话 那让米会比较便宜 而且是比较新鲜的 收割后再去买 对 啊 这就是政府的心态啦 收割后再去报导啦 会比较便宜 欸 我们不要一直讲 大家会话 没有啊 我们要心存感恩 他们真的因为这样子的报导 让我们就是真的 让更多人看见 有 我刚一直在感恩啦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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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感恩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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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福 万福 自主藏乐 谢谢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想要来讨论酸民文化 因为就是 当然这个贴我一出去啊 很多人分享 嗯 那很多人分享 那就是会有很多人来留言嘛 嗯 那我自己会觉得很感谢那些 真的在下面赞助我们的人 嗯 支持或是真的用行动 赞助我们的人 但是相对的也会有一些酸民 或者是可能抱持的 比较不看好的心态 在下面给我们一点批评指教 嗯 然后我就是我比较 土字编觉得说 我们三个人的个性啊 其实对于一件事情 真的是很多不同的看法 然后对于酸民的回应 我觉得也很有趣 就是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三个个性完全就是 变成是天壤之别啊 因为咖啡边他就非常生气 他就 他会非常义愤甜 有点像是那个刺蝟那种 对 不行 不行不行 我这不是刺蝟好吗 我这是就是在大声的告诉他 我们的界限 你是河豚 我不是河豚 我只是告诉他们说 我们是怎么样的 以免这个误会呢 就像滚雪球般的 我跟你讲 大家就是这样 一个人看到留言 心里想可能也产生了一个联想 诶真的耶 对 你知道言论的力量是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明确的告诉所有人 包含那些误解我们 跟了解我们的人 都要告知 还有那些根本不在乎的人 都还是要告知 因为 以免就是 没有被用心去看待的时候 那就好像 如果你附近有个邻居 然后呢 大家有一个人 突然有一天跟你讲 你不认识那个邻居喔 但有一个人跟你讲说 诶你知道吗 他好像杀死了他的谁 还是就是 就讲他的坏话 三人成虎 对 然后呢你可能就 哦没什么嘛 然后隔天呢 又有一个人说 诶你知道吗 昨天那个人有没有跟你讲 你说哦有啊 他说真的他有跟我讲 什么什么 然后当两三个人 然后你就没有时间去思考 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就是会被影响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遇到这种 这种酸民 或者是这种错误的言论 或者是 不是那么正确的言论 我们就要勇于大声说出来 跟他解释 或者不一定是跟他解释 而是表达你 表达清晰表达我们的立场 还要划清界限这样 所以以我的个性来讲 我一定会坚持的说明到底 我不会放弃那种说明的机会 因为我觉得你不说明就是一种 倒退 就是一种 怎么讲 助长 对 没错 你有一句自理名言就是 沉默的人就是加害者 就是加害者 比方说对面有人在家暴 然后呢 如果你们一直沉默 不去说明说 诶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嗯不是那么正确 或者是你没有采取行动的话 你没有真的要干涉他 只是你如果没有采取行动的话 你就是一个加害者啊 你默默的看这件事情发生 而且这件事情还会滚雪球 是不是最后有人说 诶这个有什么错吗 他只是在怎样呢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留言呢 是会不断的滚雪球 似的长大 那我们就要必须去解释他 说明他 正视他 没错 这就像高中的时候 你如果打群架 然后你围观也会被寄过这样的道理 你是被寄过过吗 这是什么举例啊 对啊 你说围观 就是高中的时候 围观而不告知 没有就是 比如说有人在来打群架 然后围观的民众 然后如果教官来了 教官就会说一个都不准走 然后你就算在那里看 然后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拍手架好 你也会被寄过 真的啊 就很不同报吧 你在那里看 所以真的是 当你自己 因为其实即便你只有用眼睛看 但是这个动作你也是参与的其中 对啊 那每边呢 我好奇就是 为什么你当下看到这些酸民的留言 你也没有像咖啡店这样子感觉 我会觉得 要回复是没错 但是我会比较 我的心态会比较像是难过的感觉 就是感觉好像整个 是台湾吗 还是整个世界 就是地势形态已经变成这样 就是别人只要意有什么 然后他们想的方向一定会是 稍微比较负面的嘛 就像是 又要举例我平常生活 比如说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有些学生啊 比如说他现在小朋友很在意 穿不穿潮牌 比如说Nike啊 艾迪达啊 对他们来讲就是潮牌 这以前就一直有啊 对对对 但现在又更严重 嗯 他们讲话就会变成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 平常接受的新媒体很多吧 然后他们的形容词 就越来越五花八门 就像有一天有一个 你觉得自己变老了 对国小六年级的同学 然后他全身穿那个艾迪达 然后隔壁的同学 然后就在那里面说 哎呦 他全家就是什么 全身都穿艾迪达啊 他一定是偷的吧 所以一定是盗版啊 他就说什么啊 什么 然后只有隔壁还有人 就附和说 哎呀那夜市一件一百九 怎么样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欸 就是国小六年级的小朋友 整个意识形态已经变成 大家会这样子去想 所以我觉得很 很闲而易见的 在网路上发言的人 搞不好他真的也就是 随便脱口了 你们穿夜价不会赚钱啊 之类的吗 会是这样子 我觉得为什么要一直讲到这个 就是因为大家应该也不晓得 我们被酸民讲了什么吧 我这边有精选了三题 嗯 我现在followers一定非常好奇 说我们到底被酸了 对 嗯 但是呃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的 的那个预级比较高 就是我看 看完真的觉得这个 等级真的是还好 你去看youtuber 他们的等级 真的是完全不能比 好但是我现在就是 事不宜迟 我来先先问第一题 哦有一个人 呃匿名好就是说 他说别浪费时间做这种创业 去做其他可以赚钱的事情 再回来贡献 创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能照顾员工 有资源跟理想在创立一个基金会 或协会跟企业拿钱 或是跟政府申请计划 或向民众募款来做这些公益 这个我就觉得很很有bug 啦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弊病 所以我们才要做我们现在这些举动啊 那如果照着他这样讲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以前那样子去生活 然后当自己所谓 有没有上下空气括号 所谓有能力相对 比较有经验的时候 然后再来去成立一个 只能一直寻求别人帮助的基金会也好啊 或者是去跟政府干嘛的 这样子吗 其实咖啡边怎么回 我回的时候 我现在完全不用看我之前回的内容 我就知道我怎么回了 那时候我就回他说呢 第一个因为他 我们来分析他的话 第一个他说不要浪费时间做这种创业 这件事情呢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第一点他说浪费时间 我就觉得哇 他一句话呢 就为整个我们这种创业的一个过程的努力 还有所有的成员 包含支持我们的人 把他搬了一艘船 对 还有我们服务的这些长辈 还有这些天来 每一天送餐的这些送餐大使的努力 还有我们这些过程中所耗费的心血 全部都把它打翻掉 然后他觉得是浪费时间 然后这是让我觉得很不开心的事情 而且他也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是他不了解我们的创业的内容 他就这样说 为什么我知道他不了解内容呢 因为他说 我记得他说什么 因为创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要养活员工嘛 那其实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虽然 还没有每个月呢 达成我们所有的人员的基本薪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 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经济能力可以拿出一笔创业本金 我们也没有还没有贷款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发起则则群众募资 对 然后所以 可是我们在过程中有尽可能的去拨一点点的金额去 比方说一个月888 688 来去去做一点意思意思 因为我们更希望是其他的资金或赞助额去用在服务长辈 跟开拓我们的市场的经费上 所以咯 他觉得我们是浪费时间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完全的不合理 而且不理解 我们不能够理解他这句话的 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也没有用心去看我们 因为我们在官网FB 都有发表我们相关的内容跟我们的理念 然后呢 所以好下一句他是不是说 嗯 赶快呢去做一点有赚钱的事情 就是可以赚钱的事情 嗯 然后等到你赚钱有能力的之后 再成立一个基金会跟协会 这边就是每边说的 当初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影色大呢 就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这些台湾的许多基金会协会的问题 因为成立基金会跟协会之后 他们所有的金额他们所赚取的费用 其实不是靠营业行为 而是靠大家的赞助或者是捐款 那这样长期下来呢 就变成长期单一性的金源的依赖 所以如果像最近疫情 其实很多基金会跟协会受到了影响 他们的存活非常的困难 所以大家就去捡那个剩下来的补助款 或者是去在进各种力量去收集到这些捐款 但是如果说如果疫情更严重呢 那这些基金会不就诱导的更多了吗 所以这是我们想要极力避免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成立一个社会企业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营业行为 还能够增加除了赞助以外的金源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营业行为呢 赚取一些经费来去扶植我们服务的这些弱势长辈 这是一点 所以他如果这样说 然后说就是一杆子打翻一条船 他代表说他没有去重心看我们之前的网站 跟群众募资上面写的计划 我们想要去打破了就是这些基金会跟协会 长期依赖赞助的状况 然后再来就是突然间觉得有点不爽 所以有点头脑空白 总而言之我会觉得说 就基于这种理由 我就整个义愤填衣的 而且理性的呢 就说出了这一整串话 然后最后还给他我们的网站 请他做一个参考这样子 然后呢 对 哦还有基金会跟协会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成立一个基金会和协会 因为你是长期依赖赞助嘛 对不对 所以你通常只能管辖到的地区 并不会是全台湾 那除了像华山基金会 就是他们是创世基金会是一体的 他们是比较大型的 他在台湾当然各地都可以 因为他已经存活很久 他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基金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等到赚钱的时候做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弱势长辈 他有了挨二的需求的时候 难道我要等到我二十年后 十年后我真的存到某一笔钱 然后那个长辈也挂了的时候 我们再去帮忙吗 就有点像是之前有发生过一个事件 就是有一个状况 就是反正那个类似就是说 有一群人呢 就是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地上有一些垃圾 然后呢 某一个人呢就去捡了垃圾 那其他人就觉得说 哎干嘛不 大家一起开会呢 去讨论说如何永续的捡垃圾 然后但是他们却忽视了眼前在那边飘忽的垃圾 要是你会怎么做呢 咖啡边的行为就是会先去捡垃圾 然后你说要再讨论 我们再来讨论 就是我们这是同步性 而不是说等到大家都准备好了 才去做什么 因为我觉得没有准备 完全准备好了一天 只有一步一步的前进 对 你看我杀杀杀的 其实我讲了更多给那个酸米 可是我觉得像这样 愿意提出完整文章内容的人 真的是 其实画一个角度想也很不错 他哪里有提出完整角度 有啊他会提出他的角度 他说他认为这件事情不会赚钱 但是必须说他的这个提出来的 好那不管 那是他个人的观点 你说他愿意花时间打那么多次吗 有人在底下写说 啊好废 啊好可悲 这样好吧 是吧 你真的很正向 确实 我同意每边说的话 其实 我只看前面的话 其实他前面就说 别浪费时间做这种创业 如果他这样写到这里就据点的话 吐司便会觉得 OK就是酸民 没有话要讲 但是他后面其实他 讲了非常多的建议 他建议我们先去做 其他可以赚钱的事情 再回来贡献这个社会 嗯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大部分企业家 就是做这样子的轮廓 就有点像是比尔盖茨 或者是郭台铭 嗯 他们都是先去做了一个很大的企业 然后赚了非常多钱 再把这些钱 投到自己成立的另外一个基金会 或者是其他的 真的他们就是另外成立的基金会 然后把钱 投入到可能是疫苗的研发 或者是帮助这些癌症病人 但是我觉得他逻辑有点反的 就像咖啡片说的 他没有进去看我们的文章 嗯 因为那个标题 其实新闻的标题 有点标题杀人啊 嗯 有蛮多人就是可能 现在大家看新闻 也没有想要点进去 就只是直接用标题去判断里面的内容 大家讲什么就留言了 嗯 所以他其实他也没有看到全文 因为他说如果有资源跟有理想的话 我们赚钱完了再来实现这样的理想 再成立一个基金会或协会也不迟 嗯 他没有看全文就下这个判断 因为我们我们的理想跟我们的梦想 就是在帮助这些长辈 嗯 那你说比尔盖之后是郭台铭 他们的理想跟梦想是 他们要成立一个微软的大公司 嗯 他想要成立像 呃 郭台铭的那个 鸿海 鸿海 因为他们的专业就是那里嘛 他们就是很为工程师 然后一个是就是 生来的创 创业家企业家 他们可能真的到 一定时间他的资金很雄厚 他才有想说 诶那我可以发展其他的方向 他才去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个 我觉得应该要回归到创业的本质 我觉得呢 为什么会当初会想要创业 是因为你看到的问题 嗯 所以当初不是说 比尔盖之赚钱了之后呢 他才决定把他的资金 去做一个慈善的分配 这样 他当时看到的问题是 他想要创造这个电脑 然后像是郭台铭他可能是当时看到 看到的问题 他想要创造这件事情 来去解决需求 我讲王永庆好了 王永庆我之前有读过他的传记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卖米的 他就是 他看到什么问题 然后看到的是 附近有在卖米的呢 他就是 没有办法去解决到 就是有时候晚上 那些人下班回来 然后没有办法去 早上的时候去买米的人 所以他就开始做人力宅配 然后他就是很非常good 那当然他的性格已经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他很节俭嘛 他连一块肥皂 可以用到那个扁扁的一块 传说中的 对 但重点是说 他是看到的那个需求 之后他再慢慢的去创业 去做这个行为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 等到他们存购了钱 或是他们的企业到购足道 他才愿意把 或是他决定把这个资金 做一个分配 去到慈善间 而是一开始他看到的问题 就是别的产业 但是相反的 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问题 就是老人送餐这个议题 我们看到的基金会跟协会的缺口 就是他们都要一直专注在他们的 本身 该地区的一个地理限制 他比方说 我是一个基金会 我只有在南投服务 我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到屏东的问题 然后像是基金会跟协会 也会长期依赖赞助 捐款 或者是政府的补助签约 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问题 然后有些长辈 因此有些长辈 假日是没有办法被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的问题是这个 所以我们当然会朝这个创业的方向前进 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他们赚到了钱 然后才去做一个决定的分配 我觉得你只是讲的在想定 但我相信 从这边的疫情应该也差不多 可是我怕大家误解 因为我觉得不是说 等到他们赚到了钱 对对对 可能就是看到问题的先 因为你可能你的专业就是这个 所以你容易看到你的专业的问题 如果我今天是医师 我可能就是向先入方 他就是兽医嘛 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看到他们 产业链发生什么问题 嗯 也不一定是专业啦 还有可能是生活上的种种 对对对 就是你身处在什么环境 你就是关心什么议题嘛 那你就容易发现到那个议题的问题 然后就想要创业 OK 好那我们谢谢这个 第一个提问 第一个观众的提问 谢谢 我自己讲的好像有 但是真的有 真的是真的有 我可以把连结放在我们的 好好欢迎大家来看 大家去看一下 好那第二题啊 这个稍微就没 没那么严重了 诶好像也差不多 好第二题说 客群要锁定在有钱老人才能赚钱 否则只是另外一家 需要捐款的慈善团体而已 嗯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没有错 所以针对这个人 我的回应就是在更详述 而且去支持 我们的商业模式 对我刚刚说 确实我们的服务呢 有针对在这些自费长辈上 但是我们不只有服务这个长辈 我们还有服务弱势长辈之类的 就是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倒是比较 没有那么有攻击性 可是为什么还会再选择 用我们的品牌去留言跟回应呢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这样短短的一句话 太片面了 对 他没有经过解释的话呢 就会变成 嗯 比较没有那么客观的解读 嗯 但其实我觉得他一样没有点进去这个文章 没错 因为他说慈善团体 但其实我们 是社会企业 对我们虽然有在成立协会被引力组织 但是其实 目前里面的文章就是写到社会企业 嗯 好 所以大家就对于这一题就没什么想要解释的 感觉就是他单纯没有看清楚 好 第三个其实就是真的蛮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而且他回的其实也蛮直接的 他说直接叫熊猫不就好了吗 哈 这真的是会让我笑 蛮好笑 就代表可能他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吧 嗯 这个我朋友看到我转贴之后 他就回了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精准 蛮好笑 他说何不食肉迷耶 大家知道什么是何不食肉迷吗 以前国中国文里面有写过 对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皇上呢 嗯 就是中国有一个皇帝 然后呢就是 那个臣子呢就慌慌张张的跑过来说 皇上啊就是在哪一个地方 这些居民呢都非常的饥饿啊 他们很多人都饿死了啊怎么办 然后呢皇上就听了就觉得很疑惑 就回臣子说 蛤 那我不吃肉干啊 你知道吗 就是 肉迷是肉粥 哦肉迷 对不起就是肉干 不是之前是比如说有臣子会跟皇上报告说 那那边的可能骨灾就是米已经没了 不是是他们说那个地方挨饿了 没有我记得是 是饿死很多激光 他缺了一个什么物资 没有我们好我们再查全文给大家看 对不好意思大家 总而言之就是他饿死了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他缺了一个物资 然后他就以一个另外一个物资来去比拟 可是重点不是物资的问题 而是连这种东西基础名声都没有办法买 怎么可能买肉呢 对啊 而且说不定人家吃素啊 对不对 不是这个重点 好笑哦 反正重点就是说 代表这个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然后所以他们就给我们一个 就是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 对 他要给人家的启示 就是说哇你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苦难 却就是用你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说这个人 这个酸民 也不是酸民啊 这个人回应我们的新闻 他就说 为什么不叫熊猫就好了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银色他们要创 而且我们会觉得很虾然 就是很惊讶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哲哲群众目资跟我们的网站上 都有清楚的写到这一点 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外送平台 我们现在还要再做老人送餐 就是因为很多偏乡还没有这个服务进驻啊 而且就算他们进驻也可能会取消 原因是因为大部分 会去Uber Eats 或者Food Panda 当外送员的 他们是为了赚钱 而不是为了关怀 但是我们在送餐的时候 还会多加一点送餐关怀 就是可以跟长辈聊天 或是记录一下长辈的状况 这样如果长辈昏倒了 或者是生病了 那或是有一些问题 我就可以转借给当地的医疗单位 或社福单位 这是Uber Eats 或者是熊猫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然后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他完全不晓得有些长辈他还是用智障手机 智障手机要怎么订Uber Eats 或者是那个熊猫啊 而且有些长辈甚至是独居啊 他没有子女的陪伴 或是没有三代啊 或是没有孙女啊 还是什么这样 对啊 那而且他如果又刚好住在偏乡 哪里来的熊猫呢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就算他有子女 可以每天帮他订好了 那这些合作跟熊猫 或者是Uber Eats合作的餐厅 不一定都是符合长辈 牙口需求或营养的餐厅 因为有大部分的餐厅都是符合一般民众的消化系统嘛 他可能就是烹煮的方式会 不会因为你是其中一个客户是长辈 他就会少盐少油少汤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点 为什么我们不会直接引戒熊猫来 就是帮长辈送才是 第一个地理位置很多地方送不到 像是东石啊或是阿里山啊 或者是光是嘉义的帆路中普 就已经严重的缺人了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熊猫进去了之后 会有很多青年可以享用的 所以就是还有重点是 刚才说的长辈身份问题 还有餐饮问题 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大啦啦的回他了 我觉得这些言论都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看点进去 甚至是用心理解 他们就可能随随便便的 但是你这样讲有点不客观 我会这么认为 我会这么认为 你知道吗 现在目前为止 他的知识涵养 跟他的现在说 他的眼界 他可以理解的全面 他认为是这样的回应 所以他才这样去回复啊 那我就说他这样子的行为 会让人误以为 他完全没有去点击我们的文章 去了解之后 他们就轻率的 或者是随意的 觉得不会造成影响的 在下面留言 但其实呢 每一个人的言论都有他的影响力跟力量 而且光是刚才那几个人的留言 尤其是第一个 他说 为什么不等到赚够的钱 再过来成立协会 再等待企业的赞助 那我会觉得说很离谱吧 但居然有三个人按他赞 那我觉得三个人虽然数是很少 但是就像刚才成语 三人成虎 那代表现在就 他们的共识就在那里 对 共识就在那里 那这个共识如果我们再不去解释 下一篇看到的人 他们也会去按赞 因为有一个从众效应 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议题都被按赞的时候 他就可能会 一开始先入为主 会觉得 哦 他是不是讲的蛮有道理的 就是我觉得 而且尤其是现在网络的社会 他不一定会有这个时间 或能力去思考 嗯 我觉得其实当下啊 就是我们 事情一发生 我们三人的个性 就完全很鲜明的 就是我跟每边就是处于一个很 很冷静 很冷静 然后佛系在那边就是 看着咖啡边在那边很 气炸 嗯 但是我觉得 当下我也觉得咖啡边的 选择也没有不好 因为我觉得都还是要回应 因为可能现在我们没有很铁的 很铁的铁粉 可以在下面帮我们护航 但是 如果没有咖啡边这样出来讲的话呢 可能真的就像他说 大家有从众效应 可能发现 哎 下面的都一面倒的支持什么样的说法 是不是我应该就要选点赞 嗯 而且现在资讯这么多 这么碎片 大家就是选 现在 就很像你买东西 就直接拉到下面看评价 嗯 大家说好好不好 你就大概知道 哦 这家店 走向 嗯 对 就是大概就 你要不要决定要不要下单了这样 我意思是说就是 嗯 因为我因为要做这个这几节目 我就上去查一些资料嘛 然后我就看到说 的确回复酸米的时候 大概就是会分三种类型 第一个就是不理不睬 嗯 就是说 诶 读不回 就是诶我知道 但是我没有想要回他 图诗编 对 图诗编跟美编 然后第二个就是战神系列的 就是一定要跟他战到底 对 就是我 比蛋就是你 嗯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 可以折中啊 不要说一定是 是谁 谁对谁错 就是以楼克港 我觉得就是 他提到的说 唐凤 因为唐凤就是 小时候因为性别气质的关系 他也常常遭受到一些霸凌 严语霸凌 然后他后来就开始摸索自己 怎么办 就是他自己被欺负很可怜嘛 他就开始阅读大量的书籍 然后发现说 诶 里面有一些事情可以 就是 抚慰他的心灵 然后后来他越掌越他 他就说 诶 他发现他自己有整理出一个秘诀 他说 叫我拥抱小白 我们叫我拥抱小白 他说 他后面关号是小白木 那时候木没有写出来 拥抱小白 他说 他会 他看到这些酸民的留言的时候 他会先花一分钟冷静 把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他再选择 嗯 去挑这些 就是很像我们刚刚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冷静下来去看他的留言 有没有哪些事情 其实是有建设性的 只是他包装在一个好像很冲动 很像孙明会讲的话 然后我们针对他给予建设性的东西去给予答复 就很像刚刚说的第一题 我们在意说他们 说我们浪费时间创业这件事情 嗯 我反正就是可以站在这一点去跟他说 创业 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你在当儿戏 把创业这件事情 当做一件 玩笑话的做嘛 我不知道 蛮多人会觉得 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为担心吧 因为有家人可能 偶尔也会透露这样的情绪给我 但我知道 我会把它转化成他可能是担心 当然如果他一直很频繁的跟你 在突出这个消息的时候 你当然也会觉得很棒 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唐凤隆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就是 嗯 比站我也不会很主动去站 因为 其实站不完 如果他真的 发起风来要跟你站到底的话 嗯 那没完没了 对 对我来说 我宁愿把那些事情 能量跟时间处理 我自己现在更重要的事情 我应该 再去 去想说我要怎么让我的公司 跟企业做得最好 然后服务更多的长辈 然后让这件事情 直接的去证明说 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我们选择出来创业 没有去做另外一件更快 让我们制服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对的 就是用时间去证明 而不是在当下去回应 但是我要说的是 当下回应也是OK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要一个 一个 那叫什么 界限吧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炒故 到后来就是 一发不合收 就大家炒起来 我觉得 这当然就是我不乐见的 但是 我觉得就是 适当的回应是好的 对 喂 诶 诶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Follows 你是不是快要睡着了 这里是花蕾发露的广告时间 欢迎各位干爹干妈 快来灌爆我们 止 嗯 我觉得刚才你讲到一个 你说 小白嘛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 看到他的言论 如果哪一个有一个 哦 稍微比较有积极性 建设性的东西 我们去针对这个回应 就我觉得我可以分享 我们这边有一个知识 就是呢 有一个东西叫NLP 就是神经叫什么 神经语言规划 然后我记得他们有几个 一些要点 其中两个 我觉得还蛮符合 刚才图示篇说的 一个是就是 背后每一件事情 背后都有一个正向意义 那就是可以找得到嘛 就像你刚才说 他可能就有一个建设性 去找到他 然后且放大他 或者是去讨论他 这样子 另外就是他有一个点 叫做地图并非僵域 我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这个概念 什么意思 地图并非僵域 就是有一个经典的故事 就是说有一个小男孩 那他以前他的父亲呢 都会就是喝醉酒后回家 然后他还会 跑到床上去 去可能他要亲他干嘛 的时候 也不是亲他的 反正他就是 喜欢喝醉酒的时候 回家的时候 就直接扑到他的床上 那小男孩就很恐惧 而且他夸睡着 或者是在睡着的时候 就被吓到嘛 他非常讨厌 他甚至到很久之后 都还对他 对那种中年男子啊 或者是那种酒气啊 或者是那种酒味 会感到反胃 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后来他也成家立业了 然后他就跟 就是还有一个女儿 这样 还有一个儿子跟女儿 然后有一天呢 他回家呢 他就很晚 他工作很晚很累 那他刚才也去应酬 也有喝一点酒 然后他就看到床上的儿子 还有女儿 然后他就忍不住 想要去抱他们 去亲他们 有点像说 跟他们讲说我回来了 结果呢 他要走过去 要抱他的时候 他儿子就像他小时候 推开他爸爸一样 他说 走开啦 你可不可以不要过来 好臭哦 他那时候才想起来说 啊 很有可能 当初我爸的行为 不是有意要打扰他 或伤害他 那可能只是他表达一种爱 所以他以前认知的是一种地图嘛 就是Google Mac的一小片段 就他手机 可以显现出来的地图 但他真实的那个地图 是等于真实的模样吗 不是 是僵域吧 是地图不是僵域 对啊 怎么了 所以他以前小时候被局限啊 对啊 就局限在他手机的那片小地图啊 但是那个地图 并不是真实的 比方说你现在导航看到这个方向 他上面旁边写什么什么 什么录 那你实际去的时候 那个可能录不见啦 就是说地图并不是真实的僵域 而且我觉得其实 我这样真的很想要跟Followers 打小报告 就是每一次每编跟图诗编 都觉得我要启动战神模式 都会觉得我会打出非理性的东西 我不是 有 像你们都会说 好你们冷静一点 先入为主 你先入为主 我的意思是说 我会叫你冷静是因为我怕你情绪太高张 然后你会伤了你自己的身体 I don't care 你打出来的文字 譬如说你可以很冷静的 这样 但是 你不一定身体这样 跟着去 这样子 会对自己身体 比较不好 我觉得其实 真的 因为我们 一开始我会有点担心 因为我跟你认识 其实真的不久 大部分人看到你这个状态 其实你都是会害怕 会不会你就在上面骂髒话 但是 我后来有补充 我认识你这么做 因为我知道 以前的今天 你虽然表现出来 是非常的 让我觉得 激动 但是他的文字 就觉得还OK 对 但其实我们 我们知道你的文字难地 但是我们这样也很近 是因为你的情绪 太高张 我怕你会觉得 啊啊啊 然后就突然酸塞 然后就中风 怎么可能 开始中风 对 其实 从一开始害怕你去做 我觉得失控的行为 到后来我会觉得 是担心你的身体状况 哇 这个 直接就是 哇 你刚才干嘛不出门啊 今天一整天 从来没有开幕 那可以剪成那个 有没有 欸 也要再成为我们的intro 欸直接那个 直接变intro 重点就是消音耶 很错 很错 谢谢 一整天都没有出门 现在才出门 真的 搞屁啊 好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 酸民的心里 会不会是 人家说认真就输了 哦 你常常因为他们这样子去勾你 你就说 欸好我要赞你 那我相信你 当下一赞你 其实你那天 其实你之后的情绪都一定会被受到前移 你原本要做这种正事 可能就是没有把我走下去 你太愤怒了 那他们是不是刚好就得逞了 可是我觉得也要看 像是这个也有点不准 他们也不能被称作酸民 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说出负面的 或者是非理性的言论 他们现在看起来都还是有正确的言语表达 我之前有跟一个客户也有见过 他就是我讲什么理性的话 他说你他妈的锤子 锤子是四川的方言 因为他是大陆的客人 然后他就有说锤子 他说尼玛 他说尼玛 我说不好意思 反正我就很理性 跟他解释一些状况 结果他一直丢出一些非理性的言论 尼玛的 闭嘴好吗 这样子我觉得才是某一种酸民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的比较像是 他算酸民嘛 我觉得目前等级真的就是很微弱 这种小怪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连小怪都要拿出那种大怪的力气 我觉得你会 我们以前有遇过一个酸 你后面的力气其实真的会 我以前有遇过一个酸 就是那个尼玛 我是每边 我有一件想法想要分享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你看就即便像是大家都很尊重吗 大家都很觉得是一个精神指标的唐负委员 他都这样讲 你看哦 他今天不是叫你屏蔽你所有的观感 说看到酸民你就整个 哦你就整个成仙了 你成否了 你都不会 你看他 他有说 你要如何就是你知道 面对那些小白 你要先花一分钟 沉变自己的情绪 所以代表你 看今天不够 再伟大的人都会吃喝拉 所以每个人都有情绪 你要如何去调试你的情绪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会比较重要 就像是有些人会在网路上说 那我就不在意啊 他说什么 我就是过眼云烟 然后明明心里很在意 嗯 你懂吗 情绪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但是你要如何去channel情绪呢 很好啊 这什么 教育电台吗 其实像咖啡片这样子 表达情绪是一种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表达情绪 但是他可以用 因为像youtuber 像黄大千或是宋明轩 他们是在表达情绪 但是看的人 就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们可能是用另外一个 很威胁的方式去 反攻击他们 可是你怎么知道 他在拍那个 比较威胁自在的影片之前 他就发怒过了 搞不好有啊 我觉得他们 一开始一定是发怒 对嘛 所以你看我一开始也是发怒 但是后来我们在一遍一遍的讲 甚至之后 用讲的 都不会那么这样子啊 可能最好我们还可以用唱歌的耶 哦 像上次的那个时候呢 什么的 你刚刚在唱歌啊 你是带老神 我觉得 那个他们可能 都一定有私底下哭过啊 什么的 每个人都有情绪啊 对啊 这个变教育电台了 一定会有 因为其实像蔡阿嘎 他就是有一个单元 叫酸民代言人 他就到处找公众人物 他找过好好 找过郭台铭 找过白痴公主 然后反复男孩 上来 直接把酸民留给丢给他们 然后看他们怎么回复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 真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很棒 因为其实 像我们知道 曾 古今中外有一些人 因为 这样的言论 真的就去伤害自己 嗯 做出可能 大家不愿意热见的事情 然后因为网路霸凌 因为现在大家 说话很容易嘛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样出来 去回击这些酸民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很有教育力的方式 我记得以前我们国小 嗯 是吗 我们国小 我是84年次的 我们小时候 那个Twitter有流行一个 影片 就是他们请 比如像安海瑟威啊 嗯 然后什么 抢尼大夫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是 让他们去 呃 看 那个网路上 人家在Twitter上面 发表的 关于他们的 酸民言论 嗯 然后 就是那个影集 就会 拍那个明星如何 很有 非常高EQ的 在回忆 嗯 我觉得那时候就蛮好 看的啊 这不是最近的影片吗 不是 但是很久以前 可是我记得最近也有欸 真的吗 那你有让你印象深深说 有 我有 我有一个 很很印象深刻 是那个 安海瑟威 他好像是被骂什么 鼻子很大吗 哇 你看年中文已经这么 接近完美的那种 对 公众人物都会被批评了 就是 酸民他们真的很厉害 就是什么东西 他就说鼻子在哪 好像骨关里面太大 然后 安海瑟威就很轻描淡写说 所以就是 对啊 你看吧 所以你注意到我了啊 就是有点像是他的大鼻子 变成他 吸取他目光的焦点 他就会这样去想像 蛮有趣的 这些人的心理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就是要吸引别人注意 你说酸民吗 对啊 酸民 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心理 一定都会有一个欸 一个一个这样子的面向存在 你不要假装多纯洁 比如说 像 有时候 我们走在路上 我们也会想啊 就是 比如说有些人 开车开很快啊 然后你就心里想说 开那么快的是要干嘛 就之类的 那殊不知 你怎么知道他隔壁 有没有做着一个即将凌晨的劳果呢 之类的 就跟酸民有什么关系 就是他 你心里会很随意的吐出一句话 然后 但不一定代表 那个 对方他的事实啊 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啊 所以 网络上那些酸民可能简单讲说 啊 愁死了 那搞不好他心里只是你知道 随便一个murmur 但他也没看到他的全貌 嗯 我也是同意每边说的欸 因为其实 酸民会这样子 其实他有一种 防御的机制 是攻击性的防御机制 他 利用转移这件事情 他可能 就像你讲 他在某一个精神层面被 被欺负 比如说在家人 他的压力非常大 或者是他在刻意 或者是他老板 他的主管给他压力很大 他想要把这个宣泄 在其他的地方 但他没有地方可以发现 他怎么不能出去杀人吧 所以他就是去挑一个 可能相对安全 然后又不用负责任的方式 去宣泄这些管道 所以就是用网络的力量 然后因为网络他可以匿名啊 所以他又可以达到他自己 宣泄的方式 然后他又不用负责 甚至会有犯罪可能 每个人都刷一个小天地去释放他 他自己的黑暗面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手游 其实就是很棒的存在 而且对 讲到这个你看像是咖啡编 就很喜欢打船桌啊 你是不是觉得有时候很生气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打船桌杀人 是吧 不否认啊 而且我还会跟上面的人吵架 那就对了 嗯 我会在上面吵架 就是在走动的过程中 那你怎么会说你不理解 酸民为什么会这样去 我不是说不理解喔 我是说为什么呢 我只是想要大家一起讨论 我不是不理解啊 那你之前有当过类似酸民的举动吗 就是可能在某个商家的评论下面说什么什么啊 那我不是酸民 我只是很理性的说出我一边的 我觉得对我而言啊 我不管去定义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你刚才说的那样的动机 只是想要不负责任的宣洩 或者是说像你说的 他想要转移他的那种潜在的愤怒啊 压抑啊 去转化成一个语言 然后来达成他的爽快嘛 那我觉得不要去撇 就是撇开这些东西 如果这个人他带有这个情绪 但是同时他能够很理性的去分析 他感受到这个布面的情绪 就像我 我已经有在那个Google的那个评论上面留了两个 两三个就是这种 副品 我说副品的部分 然后针对像是我过年的时候 跟全家人去吃的一间餐厅 他的音乐是那种电音舞曲 然后但他的风格呢 布置成那种很典雅的中式餐厅 但他一直播放大陆的电音舞曲 然后让每个人的心跳跳得很快 那我就我所知 之前就是说 如果这间店家快要打烊的时候 他们才会放快歌 让你想要快点离开 但是我们才刚入桌 而且那时候才五点 那重点是他没有开空调 因为他要省电 所以导致我 我糖季在吃到一半的时候还缺氧 然后他还发高烧 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用餐经验 那一般人可能就不会 我是认真的 然后我就有留言说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这样子去理性的分析 所以我觉得这样就不是酸民 而是一个忠实的呈现我的意见 我希望那间某某某餐厅 他可以开冷气 然后不要再放电音舞曲 然后呢 他的餐点呢 要更用心一点 这样子 那你觉得什么是酸民 我觉得酸民 我对于酸民的定义就是说 他说出来的话 他可以带有情绪 但他必须理性的分析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这个事件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银色大门遇到的 并不全然算是酸民 但是我必须说 他们是不负责任的 原因是因为他所提出来那些问题跟说法 通通都代表了他没有去了解过这个事情的原委 他可以说 我读过了你们的网站内容 或是我研究过你们 但我认为你们是在浪费时间 原因是点点点 他必须要表现出他有深刻的 或者是尽可能的了解过我们 不能说深刻啊 那像例如我留过很多副品啊 就是那些餐厅什么 是因为我吃过了 而且我去分析说 为什么我会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不要说 欸你很丑欸 如果只是留这句话 你很丑欸 但是却完全不讲原因的话 我会觉得他就是酸民 可是如果他说 因为基于那个人体的对称比例学 你的鼻子让我觉得过大 而且让我联想到我小时候呢 就是一个大鼻子欺负我的情形 其实我非常讨厌你的鼻子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不会那么讨厌这样的年龄 我会觉得道理跟我鼻子 哈哈哈 对但是他就不会那么的让人气愤 因为你是有理由的 你确实 如果今天有人直接在那个 市长的那个贴文下面说 我不喜欢中间那一位女子的长相 我就会笑笑 如果他敢这样打 我也就会按赞 然后会打说 不好意思啦 你要问我妈妈啦 这样子 你知道吗 我就可以跟他幽默一下 用幽默来去转化这份可悲 这样子 我觉得 我觉得我就酸民的就是区分 就是说第一 他有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了解 而且他有留下理性的言论 但是我同意他可以保留他的情绪 所以他可以说我很讨厌 我很不舒服 我觉得你们在浪费时间 但他前提是他说 我看过了你的文章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我觉得差别是有没有理性分析 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评论就是 有人 那个Google评论下面 不是都会那种向导啊 代表你跟一直经常发布留言 气死了 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说 发露两颗心 对 因为下面写什么 路过 我他妈的 我跟你讲 这种就是他妈的酸民 我真的很讨厌这样 他有进来过吗 他有看过我们的用心吗 他就是路过 然后随便的随意的留下两颗心 大家可以去Google地球上打发露 Follow发露共享空间 也就是我们在经营的共享空间 有一个人呢 他拉低了我们平均的分数 因为他给了两颗心还是一颗心 然后只是原因是怎么来看 我可不可以修正 就是他是路过 我不能阻止他路过 我觉得这是一个bug Google要不要去稍微正式一下 我真的很气欸 还有一个人留一颗心 评论其实很累 你要按评论那个按钮 然后打字 然后输入 按送出 我跟你讲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就是要取得在地向导的头号 就是他要在嘉义市留下他遍地的足处 那他一直路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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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气 我真是搞不懂 我本来想说 透过富贫我们可以得到成长的机会 就像你说的 找到一个建设性的 一个好的我们去改变 结果他说路过 我哪里可以改变呢 这真的是很气 你可以邀请大家再来一遍 下次我们在门口的时候不准路过 只能进来不准路过 禁止路过 这是我们在明雄有一间炸鸡排 他说你第一次你没来吃是你的错 然后第二次呢 你布莱斯是我们的错 因为我们东西不好吃 对对对对 这是有点道理 如果用这种方式 是不是有点无聊 哈哈哈哈 你刚才硬要回我 那你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 会不会一再的阅读自己的文字 我会 有没有可能伤害到其他人 我会 我也会啊 我会自自斟酌 而且我会自自迷恋 我会觉得哇写的真好这样子 哇这种 咖啡编的迷恋程度真的是无所谓 比方说我10点PO文对不对 我隔天早上还会继续读 而且我都会念出声音 而且他还会邀请我 欸每边来我念一次给你 我还会朗诵 然后他会再念一直念给我听 然后直到我觉得那个字跟音呢 都是非常的对称的 我才会发出 的确我们现在发表言论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惊慎 以前啊我连脸说的贴文啊 我发出去我就要设那个权限 你们谁不能看到 然后什么什么 因为我会觉得 我会不会伤到谁的心 或者是我不想要 这个贴文的内容让谁看到 你们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不会这样 但是我会故意把这整个事件 包装成别人看不同的文字 倒是你知道FB有一个回顾动态吗 我看不懂我三年前打的东西了 因为我会把他一直不断的迂回包装跟隐喻 然后下面 然后包到自己都会那么多 然后下面就会看到三年前的人回说 看不懂欸 所以我不会刻意色隐藏 但是我会一开始先把 就是整个东西把它变得很难理解这样 OK 不会有类似的行为啦 这都是一种温柔吧 这就是所谓的拥人字 没有这是一种温柔好吗 我们在为人着想 哦 其实我准备的差不多就是在这里了 你们最好没有想 你可能要上网查查看什么是酸明 酸明的定义是什么 酸明的定义 有没有相关的心理学去研究他们的行为 我相信一定的 酸明 为什么叫酸明 我不知道 因为他讲话很酸 他像柠檬一样酸吗 对 其实一开始是从PTT出来的 PTT不知道大家年轻人还是不知道 就图诗编是有用过 而且现在有持续在使用 你这样子会扣分 因为你那个在蒸有的时候 蒸婚的时候 你会来蒸 现在很明显 大家才知道我的界限 我的年龄在区间做在哪里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网站叫键盘酸明 是不是 没有听过耶 键盘酸明呢 是酸明萌吧 是啊 键盘酸明 我在你的梦中世界 反正那时候 其实最早酸明的词是从PTT出来的 然后PTT它现在有点像现在的D卡 它有点像是中老年 中老年 中年人的D卡 但是它没有交友的这个功能 D卡是后来才出来的嘛 PTT大家可以想像的很多 很多那个脸书社团 然后你可以在上面聊八卦 在上面聊男女之间的问题 然后聊甚至聊性 或者聊创业 聊科技 各种 各种 然后其实为什么它会引发这么多酸明出来 以赞 就是因为它没有头像 它所有的人的账号就是一串的数字跟代码 连结的 然后PTT最原始最原创文化 现在保留到现在就是 它下面不是有留言吗 然后脸书不是就是下面留言 然后其实就带一个头像 但是PTT它是一串代码 然后它可以推文跟虚 嗯 就这两个选择 你推 就是代表你赞同嘛 你觉得这文章是赞 然后虚 然后就是等于在下面虚它这样子 虚就是类似酸明做的事情 对 对对对对 然后PTT它 就是会有那么多酸明 就是因为它 它不用付太多的责任 因为像脸书 我头像点进去 我可能可以露搜你 哦 你读哪一间大学 然后你的家人是谁 然后你都平常关注什么议题 但PTT完全查不到那个人 你顶多知道它到底在哪里发文 然后推文而已 嗯 它有纯尖点 对所以它很容易会有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在里面 因为大家都不用负责嘛 但是它也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造成一个 大家 我觉得是 大家宣泄管道的地方 嗯 其实它也因为这样子 因为言论很自由 所以 其实PTT的湘民也都非常多才多艺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厉害 他们上面神人很多耶 就是根据 之前不是 就是我记得很多人都社会议题啊 他们都会 一个一个去露搜吧 所有事情一连串的劈里啪 然后整理出来这样子 然后很多记者没有新闻的时候 没有新闻稿的时候 都在那边抄新闻 嗯 我觉得PTT它很厉害 然后 听说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申请 就是那个账号啊 是每个人 以前是每个人都可以申请 而且每个人都看到所有的文章 然后不用任何的权限 发文可能每个版归要 嗯 自己的发文的权限 但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文章 然后 这下面留言就是很OK的 嗯 那我问你酸民的英文你会吗 不会 哦 没有做好功课 我知道 酸民就是hater啊 对 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很hate something 就是很仇恨 他每次都用比较负面仇恨的观点去回应这个事件 那你刚刚还google了吧 对我google 还有google另外一个除了酸民以外 我们最常遇到网络的一种人 叫正义魔人 嗯 他叫moralist 可是我觉得正义魔人有点难去界限 你知道吗 像之前博恩的实演的事件啊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follow到 有 最近又有你知道吗 发生什么事情 他不是拍了一个mv吗 对 你知道他居然有反面言论欸 其实我个人都觉得还好 可是居然还是有人这样 就是会有人 有人说走心 有人说是正义魔人 你猜发生什么事情 博恩你有看那支mv吗 我大概看过 有刘乐妍的那个copy吧 但我不晓得 后面有什么那个反面言论 有人就是大部分人都只是觉得他捍卫台湾 然后就是在讽刺那个少数舔共义的 然后他们觉得很棒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也蛮有趣 因为他用比较诙谐的方式去回应 游乐妍的行为嘛 那我觉得这很不错 但是居然我有朋友去贴出来说 这样有点太过负权 我就想说哪里有负权的议题 原来呢他说为什么你会觉得好笑 你除了他这样子比较妖媚的这种 男伴侣的这种 他刻意的你看他有一个 有一个影片的版本是 游乐妍的版本在下面 然后呢博恩的版本在上面 然后就同步播出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博恩的特别好笑 是因为他在用男性的 就是身份去演绎 那个女性的妖媚 这样啊 这样子 你有看过NNB吗 有看过博恩的演出 对啊 然后他就是故意演得很妖娇 这样子 然后他就觉得 这有什么好开玩笑 就是撇开 这是China跟台湾的议题 他觉得 这个有什么好夸视的 这样子 然后他又去翻 博恩之前的有一个 他常常在脱口秀翻 就是搞笑 就是他说他下面怎么那么大包 每一次都很多人笑 他就说不懂好笑在哪里 这是为什么要一直开这种生殖器的玩笑 好笑在哪 然后说那就是一种负权 而且就是一种 习惯性 大家会偏向去 就是拿生殖器啊 或者是那边好笑 比较雄伟 去来做一个议题 这样 而且不只这件事情 还有一些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哇 一个看起来蛮娱乐 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好笑 就是蛮诽谐的东西 居然还是总有 反面言论 你不是不知道这件事 也是今天我朋友 有个比较 很关注社会一起的朋友 转贴那个人的论点 对 我觉得一件事情 当然你要很钻很钻 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讲 就很像一部电影 说不定他导演都没有那个意思 然后大部分人都会在下面 哇他去电影解析说 这个场景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觉得其实像博恩啊 或是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 他们出来讲一些事情 像观赏 我觉得都是 很有勇气 很有勇气 而且我觉得他们有一个 很带给社会的正面影响 就是 他因为掀起了这个议题 因为引发社会的沟通 要不然其实大家都 对于女权男权 跟我们到底何干 对 然后或者是舔贡啊 反贡这件事情 那又怎样 那我们明天还是要早起上班 我们明天还是要吃饭洗澡 嗯 所以他就是 因为我觉得他们 公众人物他很厉害的地方 他们意义都很高 其实不论他们到底 言论到底是不是 失言 我就觉得他们很伟大 嗯 愿意赤裸的去接受 正面跟反面的言论 嗯 这次我真的 真的有开始感觉到 人红是非多的感觉 哈哈哈哈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轻微 我真的很替你担心 你为什么要替我担心呢 这奇怪 你管好自己就好了 OK 对啊 我真的过得很好 而且我就是越来越棒 真的不需要你担心 我怕你中风这样 不需要 我中风 团队少一点 不会吧 就这么好担心的呢 OK 好 那 最后 想要问你们是 嗯 如果今天酸米鱼对你说的话 你会特别走心 如果 讲到家人吧 比如说他跟我讲说 妈妈怎么生的啊 对啊 怎么这样 什么之类的 你妈公司不应该生你啊 我可能就会走心 嗯 真的吗 是我刚刚讲那种局里 不是不是啊 可能他讲 比如说像是 他妈妈一定很丑 所以才会怎样 之类之类的 那我很可怕 我想想 躺在边啊 不行我的怒点都太低了 很容易就 踏入我的预知 对 这个 任何都可能会 啊 我知道了 最会让我是那种 怎么讲 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是真的 可是 不对 我好像都会蛮生气 对 各种 各种 不管是威胁我的啦 然后或者是那种 断章取义 就只要任何带有 你知道吗 恐吓啊 或者是有点攻击性的言论 他整个就 哇 snap 难怪我打泳圈 总是会被说 哎呦你要来打架的喔 哈哈哈 对 因为我都太有攻击性 我就一直很想要攻击 嗯 嗯 好 那从这边呢 我觉得我好像也是家人耶 就是 怎么讲 我之前的经验好像就是 可能长相 如果他直接人身攻击 攻击我 可能也会有点难过啊 然后 可是像刚刚那些言论 我都觉得还好 那都是可以 一直一直沟通的 但是 家人啊 或者是对于 他就是一个事实 没有办法改变 所以他又是真心 或者是我换一个家人 那可能有点不太可能 的事情 他就这样子去攻击的话 就有点伤害无辜啊 就是觉得会 会走心 嗯 好 那 我还不晓得 我们再看看 如果有谁讲了 比较让我生气的 我都把它记录起来 看看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好像每个都很容易 嗯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为什么我们会 关注 就是 批判我们的少数 因为 之前吴忠信好像有讲过 好像针对一个艺人 他因为 网路霸凌了情深 他说 我们要去用八十二十法则 去看孙明的留言 嗯 因为很多 的确八十趴的人 是 是喜欢你的 而且赞同你 前进的方向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把焦点 放在那些 二十趴的人身上 嗯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呢 就聊这些 这个 比较严肃的这些 是 是这样子 还是不是这样 我都觉得点不掉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集 我们通通都 你为什么都没有讲到 其实 酸民就在我们身边 你妈 就是最大的酸民吧 为什么都没有分享你妈 分享过的 喔 酸民吗 你妈难道不是一种酸民吗 就是因为我们在创业的过程中 嗯 其实我妈也是我爸也是 他们常常有时候都会 丢出一句话 都让我觉得 哇靠 原来最大的酸民就在身边 我的妈妈也是喔 对啊 那你看为什么我们 在那边讨论说她的行为啊 什么 就不讨论自己的家人 因为现在其实 就是有点长远 在检就好了 我就不在乎 我跟妳讲重点是 我们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去 去太多的那种 好 因为我这边的确没了 那我现在就是 关掉 然后我就 对 就回答 对 好 不是啊 那我们就是彼此分享 就是父母给你的一些酸民的评论 这个很重要 直接就是你身边的酸民 嗯 你有什么 就是互相丢 丢问题给对方 然后看你怎么回 嗯 爸妈呢 其实就跟第一个言论是一样 得要浪费时间 嗯 因为现在 我快到三十岁了 所以很多人他就觉得 三十岁还没结婚 你真的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你是不是快要嫁不出去了 你是不是可能之后 换爸妈要养你了 嗯 那 这件事情 我我其实也很挣扎 因为真的 我也就是没有赚钱 嗯 现在创业 初期 现在创业初期 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 呃 可能连稳定的薪水都没有 然后更不要说回馈给父母 没那么惨 因为我们这个月 下个月开始就会有 就是部分的资金 对就是 他的他的那个现金流 他没有办法说 像我以前 对 可能有落差啊 因为我前面有正值的工作 可能就是很稳定 应该自己的金主 甚至可以拿一些钱回馈给父母 嗯 然后他们可能三不五十 因为我现在去家里 他们就是看到你 就会念一下 看一下就会念一下 然后当然就是你知道 那个 这个 那个情绪是会累积的 一开始就觉得不在乎啊 然后后来就觉得 嗯 你 你 你这样子 哈哈哈哈 怎么还是那么温和 生气起来 没有啊 我其实在家里是很暴躁的 好 那你们有什么其他的 家里的人给你们 什么酸民的提论 我觉得在很久以前 就是两三年前 因为我从大学期间就一直很 一直在讲说 我要创业干嘛干嘛 那时候他们就很常讲 他们觉得 确实浪费时间是他们最爱讲 然后他们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爸妈 倒不会讲一些 得伤人的话 对 所以我觉得 而且也可能是因为 近一两年来 在嘉义嘛 越来越少回去 所以我比较少轻耳 听到他们这样讲 嗯 所以我觉得还好 可是你 你这样子 其实也是像我们 有点是 我跟每边这样佛系的 去处理 最最剧烈的那个 算命的评论 因为你 就是很少回家 眼不见回家 眼不见回家 我没有眼不见回家 因为他们有时候 还是会贴一些文章 说要不要去申请 这个 但是我说你的肉体 就是宁愿 离家里远一点 不要听到 那个爸妈的言论 嗯 也可以这样讲 可是我也不是那种 很害怕的 怎么讲 就是 也对啦 你要那样讲可以 因为我证为 不要跟他们 太近的相处 会比较 对双方都比较快乐 那种感觉 就像是 我是家庭里面 一棵果子嘛 那他们就是 养育我的大树 然后我果子已经掉的 丰满到我说 我要在旁边长一棵树 难道我要寄生 在他们身上 长出另外一个树吗 这样会造成两棵树 都一起跌倒吗 所以我就会想说 那我要赶快坠落 我要飘到 另外一个土地上 去成立我自己的家庭 或者是成立我自己的事业 变成另外一个大树 我如何沟通 你知道树跟树之间 要怎么沟通吗 是真的有研究 调查根系 他们的根系 会互相交换养分跟讯息 他们会互相偷报说 哪边就是土壤 有重金属的产流 这个科学有报导出来 那所以我就觉得 我的观念是 你要那样翻译也可以 确实离远一点 可以少经受一点这种肉体 或是这种很近距的这种情绪热索啊 或是这种压力 所以其实我也很佩服美边跟土壤边 因为他们是很常 像以土壤边而言 他真是疯狂 他几乎都 还要坚持天天跟他的爸妈见面 有我们那天其实有个结论 就是为什么我跟美边会比较冷淡 我就不是有人等回去说 我平常就被我爸妈训练的心思 已经很强壮了 因为等于是我们每天都会刺激一点点 一点点的酸民评论 所以等到真的有其他酸民出现的时候 我就觉得OK那就是第二个我妈 可是我觉得也是个性的关系 有点麻痹 我觉得要是我不管 就是可能我之后可能就去精神病院吧 就是因为我对各种都很大 所以我之后可能去精愿 所以我才说我要担心你啊 可是你有时候不给人家担心 OK啊那你OK就好 每天这边 你办完我们有什么比较激烈的评论 那你觉得特别重视 这个也很精彩 可是我觉得 不方便透露是不是 我想不到太重要了 我只记得比较深刻的是 在他们还没有理解 而且还没有愿意听我讲之前 他们很常会讲说 没有意义 就是所谓没有意义 但是他不知道 可能我们在建构的事情 或者是背后的 他其实是有一个意义的动机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你需要 就是所谓 为什么要沟通 就是你有沟才会通 就是在我一次一次跟他们聊天啊 或分享 我觉得真的就是你要去沟通 然后他们可以慢慢的理解 而且甚至我妈现在每天都会暗淡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 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爸妈 你知道吗 就像是 好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所有物好了 嗯 你很喜欢 比如说你有手机 你看你是你手机的爸妈 就是你拥有它 然后你就害怕说 哎他万一有一天荧幕破掉怎么办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你的东西 你的游泳物 你永远不会停止为他担心 就我的爸妈即便今天好 好截至目前为止 他都很喜欢我做任何事情 然后帮我们按赞 但是我觉得他永远不会停止为我担心 嗯 可能有一天我回家 好丢了三万在桌上说 哎每个月给你三万 然后他就想说 哎那是不是他没有办法赚到五万的 然后下一次你丢了五万 那他是不是没有办法赚到十万的 的感觉吧 今天最大宗 还有连结车 还有连结车 这里是 这里是 住宅区的小道 只能容纳一台车辆 两台小客车 残路的一件事非常惊天动地的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大家都在随之起舞了 大家都觉得你讲的太有道理了 所以就开车来 开过连结车 连结车太夸张了吧 他为什么很开心这个小道理 而且 半夜 而且我要跟Valos分享 旁边的那个大铁门啊 那个邻居 他们刚刚在我们吃饭一整个下午 通通都没有出门 他就偏要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出门了大概三四车 而且刚刚的门还关不好 重复的灌了两三次 我真的是 九五哥 OK 现在又有两三台机车啦 我真的是不晓得为什么呢 哎我们这会不会是开一个音频制 我就是专门来熟一下我们 为什么那么多车啊 我讲的太重要了 你讲的太好了 对 然后他用轮胎帮你鼓掌 对对对 反正他 所以从 就是重述你爸妈的话 就是说 痴远会讲说没有意义啦 嗯 其实我之前去你家 你妈还会直接当着我们的面说 啊你那个会成功吗 嗯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啊 就是他们会丢出一句 就像我妈截至今天 她每天都 像这样 她每天都会po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嘉义最近美术馆不是开吗 然后她就会po给我 然后或者是什么 什么艺术画廊 然后就po给我 然后什么什么 她就一直po一直po 我爸妈早期会提过 他们想说 算了你去当军人好了 军人的 还有那个邮局 她有一次传给我邮局说 邮局开始招考咯 就是他们想说 你到底创业是真的假的啊 会不会成功啊 你看那个邻居又给我开门了 我真的是搞不懂 为什么一个晚上可以出去那么多次 真的不爽 反正 我觉得你讲很保守诶 图诗编 我觉得你明明就是常常跟我们讲很多 你爸妈讲的那种五言六色 呃无破 有吗 张牙舞爪的句子 但是都没有听到 她现在就是想不起来 对啊 我真的是很建议 当下会很气啊 这个善良的台湾人 都忘记了 有啦 我记得啦 这边她爸妈也会分享这个啊 极缺的问题 消防局 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怎么讲 我一开始会很生气 但是 我有点像每边这样的 我会有点想要异地而土 想说 假设我今天是儿女 我是他们的爸妈 我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担忧 就很像之前我们讨论过的金曲歌王李荣浩 嗯 她已经得了金曲新人奖 拿着奖项回家 她妈还跟你说 啊你怎么知道去找一份正当的工作 对啊 就是爸妈有点不会停止担心 我相信应该是天气 某一种天气 就很像那个鸟儿 就是她可能就是要嗷嗷待哺 然后等她的 她的爸爸妈妈回来喂养她 就是一种天气 她本人就是想要保护你 可是她的动机就是爱啊 可是我觉得这跟民族性有关系 因为说实在的 外国人真的 他们的民族性跟华人 是有点不太一样 他们反而是你十六十七岁的时候 你高中的时候 你没有看过很多影集 而且这也是确实真实 一定要搬出去 直接把你滚出家门说 你自己去找工作 自己想办法赴你的学代 或者是你的学业 然后他们反而还不会很高 不会很担心 他们反而很开心 你可以终于可以 翱翔 他们可以松一口气 所以我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华人会比较担心 就是像你所说的什么 逮捕吗 就是什么 可是我这也是没有办法改变 你要说 OK那我就逃离这边移民吗 还有你就身处在这样的华人 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 其实像我现在因为 比较少跟我爸妈见面 然后可能是因为远端 他们就是长期的不安 导致他们就 可是不安之下 我还是不停跟他们沟通 他们现在反而成为 我觉得是我创业最大的支持者之一 因为其实我爸妈真的非常的支持 现在就是他们还是有时候会丢一点那种疑惑 还有再试探 你是不是真的 有那个决心 对那但是 我就是每次都会跟他们讲清晰 而且讲的比他们想象中还更清晰 清晰到他们说 好了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真的是可以扭转 因为土石边会比较难沟通 是因为我爸妈妈的手机 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Facebook 我跟你讲 我们就是去买一支 OPPO或者是 不要OPPO HTC或者是什么 台湾的那一支 没有他们就是 他们的世界里就是没有那个东西 他觉得那东西不靠谱 没有我爸以前也是这样 后来我大姐买了一支 他们就用了 因为他们就是做小本经营的生意 他们会觉得赚钱这件事情呢 他们也是创业主持人 就是要卖一个产品 看得到的产品 你跟我说网络真的很空泛 感觉就是 在他世界里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跟他说 这个可以赚钱的话 他就觉得 那你把网络截图印出来啊 对啊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次新闻看 黄敏慧市长终于分享文章 这是不是新闻 把它印出来 变成一个可看见的新闻吧 而且我觉得你 不要想话这么僵话 真的我觉得你爸妈思考 是有一定会被改变的 你就直接买一手机给他 就是买一台桌机啊 iPad 我同意就是这件事情 其实要一直去沟通 因为图识编他 好像在讲另外一个 就是我自己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就开始 OK 图识编他怎么了 哇哦厉害哦 我已经可以抽离了自己 对就是图识编他比较 又又给我用图识编 比较封闭 他对于一些可能 比较厚道 比较没有办法 直接去腾 为自己的主权声张声音 因为我觉得 我帮你 我觉得我爸妈是完全沟通不了的事情 沟通不了的人类 所以我就不想要那么沟通 拒绝沟通 从小就是 他其实你也很硬 你跟咖啡边是一样的 只是咖啡边的硬是外形 你的硬是内 对 他里面是花纲眼 硬到棒 对我就是完全就是拒绝往来户这样 吃不了的图识 但是我后来我真的有尝试沟通 因为我真的觉得 就很像刚才说市长那些事 虽然他们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但是很好笑的是 其实我们住在 我们follow的据点 其实在车店里里长的 写对面 讲出那个里 就是那个里长的对面 然后呢 我家又住在这个里的附近 所以呢 就是里长 他有看到那个脸书贴文嘛 然后他就骑机车经过我家 然后我家就是做生意的 他就大嘴巴 他大嘴巴说 哎 你怕那些什么脸书之类的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我们还没有跟我爸妈讲 然后我妈就说 不好啦 我妈很常这样讲 不好啦 对嘛 就算你又不好啊 对啊 不贪钱 说说这么多 那都是那个就是 好小耶 那都是嘘飘飘的东西 那都是嘘飘飘 在他眼里就是 钱才是所有的一切 然后 我爸我好像没有 当下没有太多的钱 因为是我姐找到 转告这整件事情给我知道 然后他就说 后来爸爸他就跟我姐说 啊那个文章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很可爱耶 对其实我爸他 因为有时候 练心算是他带着我 陪我训练的 虽然其实某一种程度 可能是 蛮希望我 其实成功吗 我不晓得 但是 他们关爱的方式 因为我们家就是比较 比较不会直接说出来 他们在意你 或者是 他们关心你 他们会用比较 激烈的方式告诉你 就是他们不懂的包装 嗯 他们可能没有读过书吗 或者是他们接触的电视 就是这样 所以或者是从小教育就告诉他说 这件事情关于 比较敏感的话 像性啊 或者是像 像什么 比较 大家不敢碰触 什么政治议题 或者是 呃 人权 或者是什么 同事的议题 他们都觉得 一概不碰 嗯 就觉得 这件事情 小朋友长大 就自己去理解 就很像 小时候 不教性教育 反正你长大 就会自己做爱了 这样子 就是知道 怎么传统接代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这个观念 哪里来的 嗯 反正是 呃 要不断的口头 就是我后来学习到 其实就是 真的要讲 嗯 啊要怎么讲 就是另外一个方式 你刚刚讲到我一半 我现在也还在学习 你刚刚讲到一半 说你爸 跟你姐说 诶 那个文章在哪 然后他看了之后 然后呢 你怎么没讲到呢 他然后 哦 你刚刚说 突然间自己带到 另外一个结论 超怪的 他有说 哦 原来叫银色大门 好可爱哦 因为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讲 名字 因为我就觉得 我在讲 但是我大概说 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他其实 也有在跟我分享 说 我就是最近家里 有来一些比较 可能类似 游民的 的人 来家里 要饭吃 这样子 然后他 他跟我分享 这件事情 是以前没有分享过的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 我在做 这样类似的事情 所以他跟我分享 他最近生活 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不是有跟你说 因为你之前 图示篇有跟我分享 跟咖啡片分享 然后你不是说 你爸跟你讲说 他之前有想过 这个想法 这个企业的模式 什么的 没有吗 OK哦 哦 他好像有看新闻 对啊 对 他是说 他去看 新闻媒体 在报道创业家的时候 对 就是 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为财力很雄厚 才有一笔资金 或者是他是富二代 嗯 对 所以就 就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他就 我爸是比较可以直接 这样子跟我分享 他所看到的东西 啊我妈是 有点像是 类似跟他完全 理念不合的啊 在他的 传统的规范里 完全就是 我现在就是 完全就是偏离轨道 他也是 也很希望 我回去正职的工作 他是一直在退廊 他有在退廊 从一开始呢 是希望你考个钥匙 从 再来 疑险师 OK OK 再来 消防员 消防员 好不好 你去拍个手机吧 所以手机不是很好吗 你去学 就是 怎么卖 电信源 对啊 再来 可能 啊不然 你去摆个摊 然后卖个早餐 你去饶面包 这是摆 摆夜人生 好 就是类似这样吧 因为我爸妈比较传统 所以他们对于创业这件事情 嗯 都可以维持 我真的觉得听 听土士边家里 对于他的那个创业的观感 都好好笑 蛤 很有趣 因为其实你会看得到 他们在不断的转变 还有他们的思想观念 正在不断的裂解 正在不断的动摇 我真期待他有一天动摇到 他说 诶你怎么还没去创业啊 诶你怎么写在这 你赶快给我去创业哦 我真的希望他们有一天 他可能也会担心啊 因为有时候就是 五一劳动节 他说 啊你今天有上班吗 我会回想 我其实回答不够好 因为我直接回答说 哦我们就是什么时候 想要上班就上班 什么时候就下班下班 对于他们来讲 他们会觉得 很随便 对 你得冲啊 你不是在创业吗 你可能创业就 对 我之后可能要改个说辞 比如说就是 有啊 我们今天 即便是家里有送餐 对啊 他们觉得 哇 真好 有时候加一大雨 妈你看外面大雨 我们的企业依然没有停止哦 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爸也是创业出身 但是他会很担心 是因为我本人 在做一件 感觉不是那么 吃力又讨好的创业 因为创业大部分 都会选择开咖啡厅 或是开什么早午餐店 感觉好像才比较搞头 就是好像别人才知道 怎么帮你 但是我们在创的业 其实他就是 丛林 对 古今中外可能都还没有人 有做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我们可能要 要自己 丛林开始 就是他们会比较担心 对 所以我就想 有时候一开始 会觉得很 很 很想反驳他们 但后来就是 多沟通 对啊 但是 其实我们 连我们自己也不太确定 但是我们很坚信的 我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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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你自己个人确定 你怎么确定有人 会愿意买账 你就是确定啊 你明明每天都很confused 哪有 明明 我那个是积极性的考虑 好啦 算了这个留到下一集 我们再来比较 好 比较 好 没问题 OK好 所以这集村民留言 的文化 我觉得就是 不要放弃沟通 不要放弃沟通 对 然后小白理论 好 所以 如果你今天想要留一些 我觉得就是你要留任何的话之前 就是 三思 我觉得就是建立起 每个人对自己的尊重吧 你也要 嗯 就是这样 对尊重自己 嗯 可是我觉得重点不是说怎么样做比较好 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真的害怕这件事情 可能你想要给他一点建议 又怕伤害到他 我觉得你就可以用私讯的方式告诉他们 不要把你的留言 暴露到 这个 很公众的平台上面 就是比较保守 像会保守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 做一点积极性的动作 但是又 同时伤害 怕伤害到别人的话 嗯 是可以这样 我觉得我们节目也不是说 要教大家怎么做比较好 跟不怎么做比较好 其实就是分享这个议题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看一下那些资讯这样子 我们也会把相关刚才有提到的一些连结放在下面 嗯嗯 OK 好 所以就这集就这样 拜拜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正在找错 关门的留言 希望这集可以给你们有一点点 对 思考的方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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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喜欢我们 可以在iTunes留下五颗心的评价 在官网订阅我们的电子报 follow我们的IG 或是写email给我们 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回复哦 我们期待所有合作的机会和可能 不管你是哪一位 都欢迎和我们的联系 所有节目中提到的资讯和我们的联络方式 都可以在本节节目笔记中找到 希望今天的节目你会喜欢 拜拜 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大家